购买疫苗政策一系数变 不论地方政府还是专家学者 都向中央喊话别再刁难 演艺圈大姐张小燕更为此在脸书发文 PO出一张贵球的照片 写下别再刁难 给我们疫苗引发热烈回响 网友说连小燕姐都出生了 疫苗快到位吧 我们自己出钱买疫苗总可以吗 台湾是民主国家吗 怒哄人民竟然要贵球疫苗 只能说这政府很可恶 政府铁石心肠无动于衷 真的好想哭 痛批抄前部署了一年 把关了一年 到底要死多少人才能把关好 宗教团体企业纷纷出手 想帮抢疫苗 但却被政府已毒不回 现在不少企业也希望 干脆自己去买疫苗 帮员工来施打 或是送给国人 电话打报工总商总办公室 买疫苗是生意 怎么会这么困难谈判呢 如果疫苗打了这个4200亿 不是可以省下来吗 指挥中心先是公布地方政府 或是企业申请疫苗专案流程 但随即又改口 希望不要透过第三手 强调需符合政府与原厂签约采购 以及中央统筹分配的原则 让民间疫苗采购难上加难 首任疾管局长张红仁 也忍不住说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欧美已核准的医药品 只有需求问题 没有法规障碍 第一时间看到大家都会错愕一下 没有什么好 什么法规上面有多复杂的事情 主会中心就是他们去年 并没有在所有的这个疫苗 很早期的时候压榜 这是我们这次最大的教训 人民关天政府若在一意孤行 将政治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 疫情恐怕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记者张热民林佩洁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